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網友 粉絲給小喬的訊息 私訊也好 留言也好 他每一個都看了 那實在沒辦法回 但是我們都看到也非常非常感謝 我覺得這一陣子發生的事情 讓我覺得祝福的力量非常大 就是我們常講網路是一個很冷酷 冰冷的一個看不到對方臉的一個 社交過程 可是在這段時間 我真的感受到很多溫暖 藉由社群 藉由網路 現在恢復得非常好 最痛苦的那幾天已經過了 然後我們現在恢復得非常好 他現在在休養身體 然後我也開始我的 偶爾會出去釣魚的戶外行程 所以我覺得日子還是要很正向的過 我覺得還是鼓勵大家意外 總是在人生中是很少 極少的 那跟大多數的時間 我們還是要很樂觀的期待未來 我很愛在家裡 就是沒事的話 因為在家就是很舒服的一個狀態 不用太跟別人交談什麼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很舒服的一個狀態 偶爾一下滿好的 我覺得桃花忘不忘跟 就是會不會聊天是一個關係 我覺得跟長相完全沒有關係 對 我覺得聊天可以吸引到異性 那我可能比較不會跟異性太會聊天 所以我不太會交朋友 對 所以可能桃花會比較差一點點 我比較害怕在找話題的時候的尷尬 對對對 我比較害怕這個時間點 所以我會乾脆就不去聊 真的要找到很合得來的聊天對象才會真的是 才會聊得很久 那你的話題是不是就電動啊 電動啊 或者是 對 好像跟男生比較好聊天 好像都是電動對不對 對 女生我比較不懂 運動有嗎 運動 運動滿難聊的 那真的很難聊 對 我沒有太多的話題可以跟其他人聊 對 對 就跟人家聊電動 啊 那個是電動 他就需要寵物溝通師嘛 對啦 我需要一個中介人 對 但就會去了解啦 如果真的要聊的話 就會先去慢慢的了解這個人 然後看他什麼興趣去應聊 對 好累喔 對啊 直接應聊 不然 不然拔不到別人也很尷尬 好累喔 好累喔